各位家长 小朋友都是我们所宝贝的 我们如何来教育他 以至到他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正确的价值观 一份善良的心 和美好的笨德 对小朋友来说 让他一生不枉过 对于想佛的看法就是这样 要让他们明白 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所以掌是应该的 佛都要的 例如我们要为他建立一个好的习惯 例如他正如早起床 这个如果是他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帮他 其实我们的奖励是要有 并且要即时的奖励 他那天能够早起床 奖励他 当然奖励好的 未必一定是躺的 当他已经成为他的习惯的时候 我们就要将这个奖励 慢慢淡出 避免他只是因为奖励他才做好 因为这个是他的习惯 和这个是他需要学习的 一个的稳德 但至于佛其实我也觉得適当的看法 对小朋友来说是应该的 特别牵涉到他们的安全 不得上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是应该的 要他玩火 我们就真的要打手掌 让他知道不行 因为危害他的健康 一次就救他了 其实有时候这些意外 一次就已经让他们受很大的伤害 所以当然当要罚的时候 一定要提醒自己 父母要提醒自己 不要在怒气的里面去惩罚 自己很生气的时候 是绝对不适宜做任何惩罚的情况的 因为你会发现自己的怒气 一定要让自己平静下来 处理了自己的情绪 然后去解释给他听 为什么离床 为什么我要罚你 或者我为什么要打你屁股 或者打你手掌 让他知道这件事很严重 不可以再发生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